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了梅西 阿尔巴 包括波斯克茨 三名前巴萨球员 他们这个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那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咱们也是能看到 在中美北州的中美杯的比赛当中 迈阿密也是连续八场比赛 七场比赛没有输过比赛 梅老板也是连续的这个进球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整体的人气 我觉得是国际马阿密要更高一些 但实力方面的话 两队可能会误开 也可能会国际马阿密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咱们拿到这个定位来看一下数据 亚洲初期的话是给到了国际马阿密平半的一个低档 也给到半球的一个高档的 但是在人气方面更好的情况下的话 国际马阿密更好的情况下的话 现在现阶段统一调整到了一个平半低档 给到国际马阿密 那这个时间也是放空了国际马阿密 所以咱们这场比赛的话 也是看好新大体能够在主场保持不败 甚至拿下比赛 结论是主胜 比分是1比0和3比1 好 来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的话是迪纳摩和皇家盐湖城的比赛 那这两个球队的话 现在迪纳摩在美职业也是24场比赛吧 积了32分 排名在第6名 盐湖城这边的话是24场比赛 积了37分 排名在第3名 两个球队的积分差并不大 那在网机方面的话 休斯顿这边是1胜6平3负 整体看起来是不如皇家盐湖城的 近期10场比赛表现来看的话 休斯顿迪纳摩这边也是1胜5平4负 状态很一半啊 盐湖城这边的话是一个6胜2平2负的一个战绩 状态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那这场比赛的定位就是两队 其实在实力方面应该属于55开的一个情况 最近状态的话是盐湖城这边更好一些 咱们拿到这个定位来看一下亚洲给到的数据 亚洲初期的话是给到了迪纳摩这个半球 通过网机观察的话 这个半球其实也属于合理 那在合理的情况下皇家盐湖城这边 其实也是有蛮有拉力的 但是迪纳摩这边给到的数据力度感觉支撑又不是很够 但不过这场比赛在进球数方面 他给到的数据非常好 给到了一个275的一个 初期是给到275的一个低档 那现在的话275这个进球数多位是给到了一个满档 那这个阻力的话我觉得也比较足 再加上两个球队的话也都是比较大开大合的球队 所以这场比赛咱们看好这场比赛是一场精彩的表演赛 那第三场是这个解放者飞的比赛 那这场比赛的话没有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 但是咱们有结论 那场比赛的话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三场 第一场的话咱们是看好主队星星大提 结论是主胜比分是1比0和3比1 第二场的话咱们是看好进球数最少三个 比分是4比3和3比4 第三场的话咱们是看好博卡青年 结论是主胜防平比分是1比1和2比1 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啊